宣告这个阵列的方式 我们在这个地方宣告一个 int array的这个阵列 那这个阵列的值 我们给它5 就是有5个阵列的意思 接下来的话我用for回圈 for回圈的部分呢 我就其实只给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后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用法 就是说呢 这个后面呢 它多了一个属性 attribute 这个部分它的属性实际上呢 就是它的长度 总共呢有5个 所以这边回传回来 就是5 当这个值i 小于等于5的时候呢 就会进行这个回圈 然后呢 i再加加就是在加1 然后呢 如果我们这个地方呢 直接执行的时候呢 这个里面的值 就会秀出了i 这个阵列里面就是i 假设说它预设只是0 那就不 0的部分 0乘以 0乘以10就是0 输出第一次呢一定是0 然后再来的话就把它输出 输出之后呢 分别 会跑回圈 总共跑5次 我们值星看来一下 这地方你会发现呢 值星结果呢 第一次呢一定就是0 因为0乘以 预设值是0 当然如果你把它改成1的话 结果一定是不一样 就变成10 那以此类推 这个地方就分别乘以10 10 20 30 40 然后到5的时候呢 就跳开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想你们试试看 增加一个回圈 加一个array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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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